大家好我是蒟若 當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就代表蒟若 還活著各位不用擔心 今天是2018年8月18號 也是這個頻道的第一個週年慶 首先當然要感謝各位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大家的話呢 我還是會活得好好的 有些人認為當一個YouTuber 就是開一個頻道 對著鏡頭講講話 然後把影片PO上去 有人喜歡就訂閱按個讚 然後看著自己的頻道慢慢成長 除了以上這幾點之外 其實我更在乎一部影片 能夠讓觀眾學習或是了解到什麼東西 雖然每一部你們看到的影片 都至少花了我15到20個小時去製作 但是說出來你們可能不相信 我從來沒有因為我的影片 有人按讚有人按爛 留下的是正面的留言 或是負面留言而影響我的情緒 因為人活著就是要嗨懂嗎 開心也是一天不開心也是一天 請問你要選哪一個 OK廢話講完了 現在讓我來回答各位 上次在Q&A影片裡所問的問題 首先是跟頭髮有關的問題 早期的影片為什麼要戴假髮 因為那個時候我剪了一個大光頭 不戴假髮的話 頭頂的光會反射到月球 進而影響地球潮汐 甚至加速地球暖化 蒟若為什麼常常剪三分頭 因為我頭髮長很快 我從光頭到頭髮可以拉到嘴唇 只需要一年 真的沒有唬爛 蒟若是禿頭嗎 你才禿頭你全家都禿頭了啦 再來是跟身家調查有關的問題 蒟若是什麼星座 直畫直作的星座 牡羊座 蒟若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有興趣的人請在下面留言猜猜看 一個帳號只有一次機會 最先答對的人可以獲得 蒟若親自加持的衛生紙一張 蒟若的年齡是 上個月我有PO一個文章 請大家猜猜看我幾歲 結果有超過半數的人都猜我 42到50歲 什麼鬼啊 小弟今年不過才34歲好嗎 不過我的臉從20歲之後 就再也沒變過了 我跟你們說 長得老其實有很多好處的 像國中的時候我只要穿便服 就可以去便利商店買煙跟酒 從來沒有被要過身份證 超方便的 而且我念高中騎摩托車的時候 被警察領檢 我只要說身份證沒帶 警察就會放我走 所以我從來沒有被開過無罩駕駛 但是相對的也有一些壞處 像我16歲在餐廳打工的時候 常常被客人誤認為是店經理 動不動就把我抓過去罵 我跟客人說我只是打工的 他們還不相信 說怎麼可能30幾歲的人還在打工 念大學的時候也是一樣 開學整整一個禮拜沒有同學跟我講話 後來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 學長我們大家都很好奇 你到底被留級幾年 我還常常被別系的人誤認為是老師 就連校長看到我 都問我是不是新來的老師 還問我是教哪一科的 接著是跟工作有關的問題 蒟若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 其實我現在只是很普通的上班族 已經有好幾年沒有當老師了 為什麼我長那麼台 英文卻那麼好 首先告訴大家 語言永遠沒有學完的一天 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英文很好 其實學什麼東西都一樣 一旦你滿足了 你就永遠不會再進步了 第二 就算是台客也有用功的好嗎 為什麼會認識很多外國朋友 因為我曾經在美國工作過 再加上我很不要臉 回台灣也常常找路上的老外聊天 強迫他們做朋友 不然就威脅放他們走 後面的牆壁是為了拍片用的嗎 其實並不是 那只是我無聊先的沒事在那邊畫的 當然是為了拍片用的啊 你在想什麼嘛 不過呢掉漆越來越嚴重了 明年應該會畫一部新的 還請各位稍等 再來是跟私生活有關的問題 舉若真的不舉嗎 開玩笑我每天早上起床都硬邦邦的 可以一直硬到下午睡到了晚上 就硬不起來了 怎麼可能啊 我在三十幾歲你也拜託一下好不好 舉若有上過黑人或是白人嗎 答案是沒有 因為我二十歲就跟我老婆在一起了 就算我想也沒辦法 問這個問題的 你是想害我們夫妻吵架就對了 舉若為什麼會跟我老婆在一起 答案很簡單 因為我當初被我老婆騙了 他騙我說兩個人一起去看電影 加熱狗和爆米花只要五百塊錢 所以叫我陪他一起去看 結果我到現場結帳的時候 發現根本不是五百塊 而是四百九十九塊啊 結果看完電影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最討厭不誠實的人了 所以教訓說謊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給XXXX OK最後是關於裝扮的問題 我的墨鏡和帽子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脫下來之後 竟然沒有人認得出我 所以我平常在工作 或是出去的時候 我是不會帶這些東西 就連我現在的同事 都不知道我在當Youtuber 他們之前還拿我的影片給我看說 哎 你看這個人超白癡的 而且長得很像我 我只回了他一句 哪裡有像 然後我同事就默默地離開了 況且蒟蒻是大重點 之前有人說我長得像光頭哥哥 也有人說我長得像朱學恆 還有人說我長得像詹維忠 麻煩一下 請不要侮辱這些人好嗎 前幾個禮拜有教友詢問我 如果我的頻道有十萬訂閱的話 我要做什麼 大家可能不知道 蒟蒻的影片其實都有存底的 所以我在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才七月底 我剛看了一下我的訂閱人數 也不過才四萬出頭 然後我就在想 十萬訂閱這種天文數字 大概最快也要一年才有辦法達成 也有可能這一輩子都無法達成 雖然大家都知道蒟蒻同時被很多宗教下追殺令 不過反正我的命也不太值錢 所以要玩就乾脆玩大一點 在這邊跟大家宣布 如果蒟蒻的頻道達到十萬訂閱 我就把帽子和眼鏡脫下來 說到做到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 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這次的頻道一週年慶就到這邊了 我是蒟蒻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蒟蒻碎碎念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